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我给忠郎将出的主意 你糊涂啊 你怎么能探我丞相的家事呢 大哥 这不仅是丞相的家事 这也是我的家事 何况 吉大哥和忠郎将 都是有恩于咱们家的人 当然要救 怎么救 丞相要杀的人 你怎么救 你呀 胆子太大了 你以为杨修这些人会置之不理吗 他在丞相面前几句话就让你万劫不复啊 我才跟你说话呢 大哥 丞相并非让人百步之人 我赌他是个英雄 夫人喝粥吧 姐姐 这一家人怎么没个信我的呢 我是你呀 姐夫 白热 朱下有啊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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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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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就是这两个字 说明白 这天下没人不怕丞相 丞相不怕任何人 他心中一直维护的 只有人心 而这两个字 是人心所在 我的父亲 是从血里活里走出来的 当年徐州之战 讨欠杀了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一怒之下 讲罪徐州 图了掌作成 他怎么会因为这区区两字而改变 中浪将要看清楚 看清丞相的志向 昔日的丞相 不过是一名将军 家中突发大难 难免意气用事 现在的丞相不同啊 整个中原都被他收服 他还在离兵末马 力图南下 他心中的志向 远大过孙权 刘备 他心里现在装的 是整个天下 父亲 要的是整个天下 就要顾及人心 是人证 是你的猜测吗 如果父亲为了此剑 再次一起用事就如何 那丞相 就是在重蹈元烧的覆辙 那丞相就不能一统天下 那中浪将的包袱 也就不能实现了 那这个世子 就不必当了 你大胆 在下的胆子很小 但中浪将的胆子要大一些 不是大胆去做 而是大胆去想 想清楚你的父亲 不仅要想清他的威严 更要想清他的弱点 不仅要想清他的弱点 全程宵尽 你还敢出来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连武官中浪将府 我都敢进 我还不敢上街啊 你们司马家的人 都这么胆大忙碍 坐 我呢 不是司马家的人 我就是我 我是郭赵 我知道 老不老 冷不冷啊 不冷 中浪将就不用跟我撒谎了 这是我自己打的狐狸 自己做的脾胃 暖和得很 有的时候 这谎言啊 就是为了留住自己的尊严 吉布的事儿 你都知道 你觉得吉布是该杀呀 还是不该杀 若论国法 吉布当然该杀 可父亲不能杀吉布 哦 为何 吉布于法难容 于情可明 这是其意 其二 二哥为了让吉布投案 已经许诺不杀吉布了 若父亲杀了吉布 则二哥 获罪于天下 此间 你有一颗赤子之心 为父很高兴 但全貌 仅靠一颗赤诚之心 是不够的 儿子明白父亲的意思 也明白父亲的厚案 儿子也未以跟随父亲 实现自己的包袱 可是这件事情上面 二哥他并没有做错 不能让二哥无罪而获罪 即便是我可以坐收其力 也不配做父亲的儿子 来 来 来 今夕何夕 见此残诚 想不到这最后一晚 居然是你陪着我 暖暖 暖暖暖 咱们回去吧 夫人 不是说要给公子送衣裳吗 他忙完了自然会回来 我就不去打扰他了 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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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离丞相 杨主部 丁院署求见 这一大早就找上门来 真是一刻都等不得 罢了 我去见他们 阿门 你会杀吉布吗 好 好